他离开之后,沧修玄已经从苍衣那里完完整整地知道关于那个老太监的事情了。 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,竟然是他只身一人就把老太监给杀了。 原本他想着,看到他之后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的,可是看着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面前,一脸焦急的样子,沧修玄就什么气都没有了。 怎么了,成儿? 宋臣站定,又深陷了一口气。 我,我在山上发现了很奇怪的事情,准备找你借两个人帮我去看看。 山上的事情先不说,成儿你是不是应该要跟我说说,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胆子,敢跟那个老太监对阵的? 我也不想啊,他想要杀我,难道我站着让他杀? 以后不管是多么紧急的情况,都不可以一个人单独行动。 我记住了,我眼下真的有紧急的事情,你赶紧找两个伸手好的人跟我走。 你这出去一趟,怎么好端端的又有急事了? 我在对面一座山上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简直是反自然的。 我想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,可是我也不会轻功,只能找你来帮忙了。 这个季节结冰?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?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,我就带苍儿,然后再让他给我找个可靠的人。 我们三个人一起先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中午饭,你先按照之前的吃,晚上我给你补起来。 你之前让我帮你找萧石,你还记得吗? 你的意思是,那个地方很可能有萧石。 苍秋玄点点头,看来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萧石这个最重要的用途。 我现在还不能上山,你就带苍儿和苍六去,把他们当成苍一一样使唤就行。 有什么问题,马上回来。 于是,宋晨就带着苍二和苍六出门了。 他们首先来到的就是宋晨发现那个奇怪的地方。 两个人顺着宋晨指的方向看过去,可不就是真的有地方结冰了吗? 冰块比我之前看到的还要大了不少,我相信苍秋玄的推测。 我们赶紧去那边看看。 宋姑娘,当真是萧石吗? 按照我和你们主子的猜测,应该是消失。 而是现在还不能确定,所以我们需要去县城。 但我们赶紧过去吧,这山与山之间的距离太远,我们只能绕路。 我们得赶快了,不然天黑之前都赶不回去。 三人的绞程都不慢,却也走了整整两个时辰,才到那边的山腰上。 现在的日头还算不错,我们还能找到背阴的地方, 相当于,先缩小一个范围,然后再慢慢去找。 苍二和苍六都赞成宋城的这个法子。 那我们三个分头去找,半个时辰之后,在这里集合。 有任何紧急情况,务必首先保全自己,明白吗? 宋姑娘放心,我们会的,这个姑娘您拿着,遇到危险就发信号。